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箭双星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全球导航卫星 丰收节礼化丰收纵贯东西 瓜田果蜜 大江南北 稻香谢肥 标普纳A富时扩容 今日生效A股营超300亿增量资金 国际资本热追中国市场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是从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获新 9月21日下午至23日凌晨 北京天安门地区和长安街沿线 举行了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的 全流程 全要素 全力量演练 据介绍 本次演练是庆祝活动最后一次演练 包括庆祝大会仪式 阅兵 群政游行 联欢活动 转场及应急处置等六项内容 重点检验庆祝活动全流程 全要素 全力量的衔接配合 全面提升各方组织指挥和保障体系运行效能 各类参演 官吏及保障人员达30多万 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 气氛热烈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 在嘹亮的口号声中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 授阅部队重点进行了阅兵式 分裂式演练 随后各界群众游行队伍依次走过 全装踩车首次亮相 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 昂扬奋进的精气神 联欢活动在22号晚进行演练 首次增加烟花部分燃放任务 多个表演区块各具特色又浑然一体 广场上唱响盛世欢歌 本次演练的内容 流程及流线 完全模拟正式活动 现场组织有序 转程紧凑 运行顺畅 达到了预期目标 每正式活动的成功举办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市有关方面向广大市民 对三次联合演练的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据悉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 新闻中心近期将组织集体采访 介绍群众游行和联欢活动有关情况 今天的5点10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 以一箭双星的方式 成功地发射了第47 48颗北斗导航卫星 根据了解这两颗卫星 均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 是目前在建的中国北斗三号系统的 组网卫星 那么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 卫星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 后续将会进行载轨测试 适时入网提供服务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12次飞行 今天是秋分 去年的6月份 我国将每年的秋分这一天 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今天是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多地都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共请丰收 在广西都安 壮瑶 苗汉等多个民族的农民群众 聚集在一起 举行了一系列极具民族特色的活动 祈求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活动现场 壮族扁淡舞与牛羊共欢腾 汇出了一幅丰收的美丽画卷 在农民丰收节活动现场 还设置了广西各地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区 农民代表 电商还通过手机直播 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 在山东临沪压游沟村 第二届丰收节从9月21号开始 一直持续到10月5号 为期半个月的节庆期间 当地将组织多种多样的趣味活动和比赛 在昨天的活动中 当地农民用刚从农田中收获的粮食 在广场上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图案 伴随着锣鼓声 石家庄各地的农民们纷纷装扮起来 有的抬起了黄杠 有的踩起了高桥 还有的划起了汉船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丰收 表达喜悦之情 在河北邯郸 辣椒种植面积达8万多亩的积泽县 举办了以辣椒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现场有吃辣椒比赛 创意美食大赛等 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家们 以辣椒为食材现场制作 让大家感受了一场火辣辣的味觉旅行 知道在入秋之后 各种食令美食轮番上场 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杨成湖的大闸蟹 今天是杨成湖大闸蟹开补的日子 也正值丰收节 在苏州第一批的杨成湖大闸蟹 已经上市销售了 我们马上要来连线一下 苏州台的记者于西文 西文你好 我看到你这个背后的场面 非常的热闹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好吗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苏州市象城区的冯梦龙村 那在我身后 就是苏州市2019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现场 那身后再歌再舞 就是在庆祝丰收的喜悦 可以看到我身旁的阿姨们 就穿着江南水箱特有的服饰 在进行打莲香的表演 那这个轻快节奏的舞蹈 也寓意着丰收的喜悦 那么在丰收节的现场 除了这个热闹的活动之外 自然也少不了的 就是农民朋友们丰收的成果 我们再来看 在我身旁有一系列 实力农产的展销摊位 比方说有这个实力的水果 葡萄啊 猕猴桃等等 这个猕猴桃的个头也相当的大 那还有像自然生态的太湖大米 等等等等 自然呢 也少不了我们的羊城湖大家蟹 今天也是羊城湖大家蟹 开补的日子啊 早晨我们也看到了 有不少蟹农呢 开始进行下湖捕捞 那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 今年这个大家蟹的个头啊 要比往年稍稍的大一些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刚刚上市的羊城湖大家蟹 师傅您好 您好 今天您的这个销量怎么样啊 现在销量特别好 因为是开补第一天嘛 这这些螃蟹都已经预定完了 那您这个价格和往年相比 有没有什么浮动啊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像我们这个三两宫蟹 二两抹蟹 六支装的这个套装呢 我们是398 然后有一些高端客户要大一点呢 这个个头大一点 四两的宫蟹 三两的抹蟹 八支装 我们是1298 我们知道这个大闸蟹 已经是全国时刻都比较喜欢的一道美食 那么比如说外地的朋友 想要来购买大闸蟹的话 我们需要多久才能到达顾客的餐桌上呢 这样子的 我们给客户的一个服务的承诺 就是从他给我们订螃蟹 到我们的螃蟹爬上他的餐桌 就48个小时以内完成 非常快 对 但是也有远一点的客户 比如说我们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客户 那么我们就只能是从那个红桥机场 直接就是飞机 飞到当地的这个机场 那么新加坡的这个合作伙伴 他从机场拿了以后 再配送到他们家里去 整个过程呢 我们都是那个轮炼的运输 确保每一只螃蟹 一定是在客户的手上都是活不乱掉的 谢谢您 也祝您今天有好收获啊 谢谢 咱们苏州人吃东西啊 讲究的是不食不食 意思是说呢 这吃东西要应食令按季节 那眼下呢 也正是各类特色的农产品 大量上市的好日子 所以呢 我们也邀请您 来到美丽的苏州 共同品尝美食 品尝丰收的味道 好的 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再次感谢新闻给我们的介绍啊 说今天的这个个头更大 但是价格不变 我们非常的期待 再次感谢 我们都知道呢 秋天啊 是收获的季节 人们忙碌在田间地头 体会着收获的喜悦 神州大地呢 是色彩斑斓 硕果飘香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镜头 一块去领略一下 京秋的丰收美景 新疆生产建设冰团第三师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这几天当地40万亩红枣 已经开始进入采摘期 这种被称作冰团红的优质红枣 颗粒饱满 平均枣重9克 最大可以达到15克 如今分布在果园周边的 红枣加工厂 已经有上千家 从枝头采摘下来的鲜果 能就近通过晾晒分解和加工包装 制作成各种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 这里是甘肃拢南市里县的 西汉水60公里苹果林带 地处秦岭南路 当地群众借助浅山秋陵 特殊的气候优势种植苹果 现在种植面积已经达到60多万亩 总产量超过2.7亿公斤 眼下正是新果开源的时节 采摘的富士等多个品种陆续上市 每天有10万箱苹果发往全国 有的还远销海外 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的转变 位于重庆南川的金佛山路 山里的植物多达5000种以上 既是我国西南地区罕见的生物基因库 也是同伟度卡斯特地区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初秋时节10万多亩方竹林里 漫山遍野都是破土而出的方竹笋 近5万名笋农进入山林 开启为期一个月的集体采摘 这里每年可以出产2万多吨方竹笋 为当地带来上亿元的产值 今天日本东京又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秋刀鱼节 活动现场吸引了 众多的秋刀鱼的爱好者 一块来品尝这样一个 日本秋季的代表性的美食 我们财经频道的特约记者李倩文 其实现在也在现场 我们要马上来四季直播连线一下他 倩文你好 我看到你背后也非常热闹 感觉很多的时刻都期待着 能够品尝到秋刀鱼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好的 主持人 主持人好 现在我所在的就是 日本东京的地标性建筑 东京塔的下方 现在这里就正在举行一场 一年一度的秋刀鱼节活动 今天是秋分日 也是日本全国的一个假期 为了庆祝秋分 主办方今天也是将在这里 向民众免费发放 三千多条秋刀鱼 供大家来品尝 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这里 就有非常多的民众 正在排队等待领取 据主办方介绍 实际上他们是从今天早晨 七点半开始发放这个免费的兑换券 由于数量有限 不少民众是从早晨六点开始就过来排队 为的就是能够在这里一品秋刀鱼的美味了 而在我的这一边 就是今天烤秋刀鱼的制作专区了 可以看到这整个摊位是长达十米左右 并且总共是有近约三十位烤秋刀鱼师傅 在同时加紧烤制今天的这个秋刀鱼啊 那整个空气当中都是弥漫着炭火和烤鱼的香气 闻起来也是让人非常的垂涎欲滴啊 那局负责人介绍呢 今天这个所有的烤秋刀鱼啊 都是来自日本东北的著名产地大船渡市 并且呢为了保证口感呢 今天也是特地聘请来了 当地政府认证的烤秋刀鱼大师来进行烤制 那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师傅们 这个手法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娴熟啊 我们也来问问他们烤秋刀鱼 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呢 那刚才这位烤秋刀鱼师傅也告诉我说啊 由于秋刀鱼本身呢就非常的鲜美 所以只要撒上一点盐呢 就可以直接来进行烤制了 在烤制的时候呢 需要不停地进行翻面 以防止来烤焦 大约五分钟这样美味的秋刀鱼就可以出炉了 那我们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日本民众 也是在这里就吃得非常开心啊 那刚刚我看到现在这个日本家庭 好像也吃得非常开心的样子 我们也来问一下他们觉得 今天这个烤秋刀鱼味道怎么样 他说今天的这个烤秋刀鱼的味道也是比起家里来说 是格外的香啊 吃得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实际上呢除了这个盐烤之外啊 秋刀鱼还有比如说像生吃炖煮油炸 吃法也是非常的多样化的 那一条秋刀鱼配上一碗米饭 再加上一碗味噌汤呢 就是日本最常见的一份套餐了 在日本呢秋刀鱼的价格呢 大约是在美金20元到40元人民币不等 那这样一个价格呢 比起三文鱼金枪鱼等海鱼来说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那因此金枪鱼呢也是一直以来因为价廉物美而被称为是日本的大众美食 那不过近年来由于海水温度有所升高 日本的秋刀鱼补捞量呢是出现了下滑 今年的价格也是上涨了三到四倍啊 那许多餐馆呢是不得不通过提价这样一个方式来挽回成本 那秋刀鱼呢也是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珍贵的美味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日本东京秋刀鱼节现场带来的报道 主持人 好的谢谢倩文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带着香气的直播连线再次感谢你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 在23号呢标准普尔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中呢 是正式纳入了1099只中国A股 这是继MSCI还有富时罗素之后 第三家国际指数公司把A股纳入其中 1099只中国A股呢是包括147只大盘股 251只中盘股还有701只的小盘股 不含创业版股票 以25%的纳入因子纳入之后呢 A股在该指数当中的权重是6.2% 而含A股港股以及海外上市中概股在内的中国市场 在该股指数当中的权重呢是36% 要知道富时罗素呢作为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下 全资的知名国际股指 今天呢也是如期的迎来了第二轮的扩容中国A股 此次扩容会给A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国际的投资机构又是如何评估此次扩容 对于资产配置的影响呢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作为全球第二大指数公司 富时罗素在今年6月 已将中国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 并于9月23号如期实施第二扩子扩容 将A股纳入因子从5%提升至15% 富时罗素提供的消息显示 在2020年3月完成第三扩子扩容后 预计A股在相应指数中的纳入因子 将进一步提升为25% 三次扩容预计共为A股市场 带来约100亿美元的 被动管理资产净流入 位于英国伦交所附近的各大资产管理公司 也在高度关注此次富时扩容A股的行动 在多元资产投资配置中 中国资本的比例越来越大 来自中国的股票具有潜力 韧性强 近日中国宣布取消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投资额度限制 使得全球投资者更加对 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信心 并更加渴望投资中国资本 我们再来关注在当地时间的22号 伊朗全国多地同时举行了 为纪念两伊战争爆发39周年的 圣诞年度阅兵仪式 包括伊朗陆海空三军 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多个部队 参加了当天的阅兵 本次阅兵最重要的两个场地 分别设立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以及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 在阅兵仪式上 伊朗高精尖武器悉数亮相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 就是能够与S-300媲美的 伊朗国产防空系统巴瓦尔373 这也是巴瓦尔373首次在阅兵式中亮相 另外18枚伊朗国产弹道导弹 也在德黑兰会场上亮相 其中包括射程为2000千米的中程弹道导弹 射程为1650千米的伊玛德弹道导弹 以及射程为1800千米的尼什弹道导弹 伊朗总统鲁哈尼 在当天阅兵仪式的讲话中表示 伊朗将在本次联合国大会上 提交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和平倡议 伊朗愿意同区域国家开展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伊朗国家开展合作 伊朗总统鲁哈尼 地区局势有进行 伊朗总统鲁哈尼 尼泽经理 伊朗总统鲁哈尼 海湾地区局势有进一步升级的态势 对此 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贝尔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沙特阿拉伯不希望与伊朗开战 但是也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国家安全 据悉 沙特国防部18号公布了 沙特石油设施预袭初步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 袭击事件中 包括伊朗生产的无人机和新型导弹 并认定袭击与伊朗有很大关系 对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侯赛因·萨拉米19号表示 伊朗目前非常强大 以至于一些国家错误地胡乱指责伊朗 是任何地区性事件的幕后黑手 他同时补充说 伊朗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 已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以应对当前局势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2号表示 伊朗将向联合国大会 提交霍尔木兹海峡和平倡议 同时伊朗抗议企图将地区内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归罪于伊朗的做法 当天晚些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做出了回应称 愿意倾听 但是他没有与伊朗领导人 举行会晤的计划 22号当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 与前来出席联大的伊拉克总统 萨利赫举行了会晤 路透社报道指出 近期中东地区局势不断升级 美国声称将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 伊拉克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据报道美国去年5月单方面宣布 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 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包括禁止各国购买伊朗出产的原油 和相关石油化工产品等 但伊拉克得到豁免 伊拉克被允许购买伊朗的原油产品 和电力资源 随着美国伊朗紧张局势持续 美国政府一直在向伊拉克方面施压 要求伊拉克全面停止进口伊朗原油 再来看上周印尼民航局表示 2018年施航客机空难的最终报告 将于今年的11月的上半月公布 不过报告的草案已经出炉 并且已经送交到了有关各方 根据一家美国媒体获得的信息 在这份报告的草案当中 印尼调查部门已经确定 737 MAX存在着设计缺陷 还有监管失误 更多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看CNBC的叶文多 从新加坡带来的报道 来自印尼的这份报告 将会是首份指出 737 MAX设计缺陷和监管失误的 政府报告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调查者也同时在报告草案中 指出了飞行员在操作方面的 一系列失误和在飞机维护方面 犯下的一些错误 这些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而对于该报道 波音方面没有给出评论 仅仅是表示说将继续向 调查机构提供支持 我们知道737 MAX的停飞 对波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那目前呢 停飞时间已经超过了半年 但是波音股价仍然是 没有回到之前的水平 而波音在对空客的竞争中 也是开始占据下风 新公布的印尼报告草案内容 将会对波音一直在积极推动的 复飞程序进一步施加负面影响 而更多压力也将集中到 美国联邦航空局身上 印尼报告草案意味着 当局认为该机构 对于空难的量成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两起空难发生之后 美国航空局高层是出现了调整 空缺超过一年的局长一职 在今年8月份中旬 才被迪克森的就任填补上 而在上周四 迪克森是刚刚亲自前往 波音总部参与了 737 MAX模拟器的测试 并与波音CEO举行了会面 那随后美国航空局确认 737 MAX复飞还需要一段时间 波音还需要完成一系列步骤 其中包括提交更多软件细节 在出发前往波音前夕 迪克森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说 在批准量成空难的机型后 美国航空局应该在 需要改进的地方保持谦逊 他在接受NBC采访时则表示说 作为该机型复飞最后的把关者 他将亲自驾驶该机型进行测试 在此之前他不会批准复飞 微音CEO近期表示 在美国监管机构批准 737 MAX的复飞后 其他国家监管机构 可能也不会立即的跟进 过去其他国家的航空监管机构 紧密跟随美国航空局决定的情况 可能不会再发生了 这或许是美国航空局 在批准737 MAX方面出现失误 所不得不承担的代价 好的 谢谢叶文多带来的分析报道 昨天也就是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 无车日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最早是由法国提出的 在2000年2月份 被欧盟纳入了环保政策框架 9月22号也因此成为了欧洲的无车日 此后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迅速扩展到了全世界 并且发展成为了世界无车日 如今保护环境倡导 绿色出行 还有发展新能源汽车 已经成为了全球的趋势 当地时间的昨天 法国 巴黎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还有英国 伦敦等地 度过了一个无车日 市民得以静向通畅的道路 和捷径的空气 这是平日离法国巴黎市中心 湘西丽舍大街车水满龙的景象 而这则是9月22号 世界无车日活动举办时的景象 巴黎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 或是在树荫里漫步 或是在公路中央漫跑 远离了车流的烦扰 人们可以尽情享受宁静的城市风景 与清新的空气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以及巴塞罗那两座城市 此前都因为空气污染 而饱受欧盟环保机构的批评 今年7月底 欧盟则令西班牙政府 18个月内限期整改 否则就将面临欧洲法院的起诉 甚至是巨额罚款 为此巴塞罗那市政府 制定了低排放区政策规划 将于明年1月生效 预计将有12.5万辆汽车 因此无法进入受限制的区域 如果这项政策的效果不理想 巴塞罗那市政府还考虑 想进入市中心的车辆 征收拥堵费 而昨天在世界无车日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民们 纷纷来到海滩 享受温和的阳光 与清新的海风 一个没有汽车尾气排放的周日 对他们来说 堪比美丽假期 作为欧洲知名旅游城市之一 英国伦敦市的各大景点 在世界无车日这一天 都被市民和游客所霸占 甚至有市民把家里的沙发 搬到英国央行 也就是英格兰银行大楼前的路口 坐在道路中央享受洁净的空气 伦敦市长萨迪克汉 特意去伦敦塔桥上 骑了一趟自行车 来支持无车日的绿色出行的理念 联合国秘书处22号表示 秘书处已通过一项新的 气候行动十年计划 在2030年前 将与秘书处相关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5% 所使用电能的80% 转向由可再生能源提供 欢迎回来 在今年的6月份以来 国际金价一路上涨 伦敦金每盎司 先后突破了1300美元 1400美元 9月份的最高 是涨到了1557.1美元 创下了自2013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 金价上涨 对于国内的黄金产业链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现在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 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这里被誉为中国珠宝第一阶 是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批发市场 从足晶到K晶 从骨髮洗晶到现代工艺 都在这里加工制造 深圳每年生产和批发的 黄金珠宝首饰 占到全国零售市场的70%以上 随着国际金价不断上涨 国内新开的黄金销售店越来越多 一家连锁金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单店的面积和新开店的数量 都在快速增长 以前门店渠道多数布局在三四线城市 今年新扩张的门店向一二线城市集中 今年到现在的净增长店 已经达到了300多家 全国的渠道已经超过3000多 我们预计2019年的 全国的渠道净增长会700多家 王国新过去一直在山东从事黄金加工 现在他在深圳新开了展厅 从店面装修到数百种黄金饰品的铺货 投资累计近亿元 差不多有将近4000平 总共三层楼 我们的加工基地是在山东昌乐 山东的话可能作为我们一个加工生产中心 深圳这边的话 是具有我们行业的所有资源 还有整个人才 然后利用整个行业的资源去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对于目前不断上涨的黄金价格 也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黄金零售商 持谨慎态度 他们表示 价格上涨导致近货成本上升 给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现在可以说市场上价格越涨高 我们可以说顾客接触度就稍微降低了一点 相对来说对我们生意也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去年328我们那边 然后现在438差不多100 顾客相量相对来说 肯定比7年要稍微差一些 比如说之前可能顾客准备买100克的 因为价格问题 可能他会只买80克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的黄金总产量是513.9吨 黄金产量稳居全球首位 自2007年以来 已经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 我国也是黄金消费大国 金价上涨 黄金首饰 销售火热 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黄金珠宝商 维俊霞 从事黄金行业已经七八年了 每个月都会来深圳批发黄金 在他的黄金店中 黄金首饰一直是热销产品 今年以来销量持续上涨 今年的黄金的销售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古法金 古法金销量走得比较好 现在销量还是在持续的上升 那我们的现在销量可能也能 比去年的话可能也还能上升到 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左右吧 一直在持续上涨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 黄金首饰消费稳中有升 全国黄金首饰消费量达到358.77吨 同比增长1.97% 其中销售最火爆的是 蕴含传统文化的古法金 古法金是一种古老的铸金工艺 通俗地说 运用古法黄金中的磨砂工艺 可以造成色泽温润 滑而不炫 贵而不显的哑光效果 工艺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有两三个师傅吧 如果圈圈步步地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得两个多月到三个月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这件产品 叫万象更新 黄金用料达到了10公斤 那么目前加上工费 手工费的话 目前这一件作品的话 大概市值 就是它的成本 不是说卖价 成本价都要420万 那么它的工期呢 大概用了 这个接近400天的时间 传统的手工艺和现代的工艺技术 相结合 那么我们研发出来了 更多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丝工艺和古法金呢 相结合的文创类的产品 这个在市场的接受程度是比较高的 目前古法黄金这一块 占我们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产量的话 占到大概一半 50%左右 产销量 再来关注2019女排世界杯 在休战两日之后呢 正式进入到了第六轮的争夺 昨天呢 中国队对阵巴西 最终呢 朱婷和袁新月是各取26分 率领中国队在一度1比2落后的情况之下 3比2逆转战胜了 雪藏了法比亚那的巴西队 有惊无险地拿下了6连胜 首局比赛 中国队很快取得9比5和14比8的优势 而巴西队依靠加比 洛伦尼等人的强攻 一点点将差距缩小 当巴西队以一个4比1的小高潮 将比分追成18比20的时候 郎平请求了暂停 之后双方拉锯了几分 巴西队在防起朱婷的扣球之后 反击得手 追成23比24 郎平再次叫了暂停之后 中国队在进攻连续两次受阻的情况下 依靠袁新月的快球解决了战斗 25比23先下一城 第二局巴西队的攻防质量提升 双方展开艰苦的拉锯战 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打到22平之后 巴西队的触网失误送给中国队一分 可是随后加比的重扣 帮助巴西队25比23扳回一城 第三局 中国队取得了13比9和17比13的优势 但是不久之后 巴西队连得4分 在22比23落后的情况下 龚翔宇和李盈盈先后揭飞了 洛伦尼的发球 巴西队将大比分2比1反超 第四局 郎平再次调整阵容 在朱婷和袁新月 这两大稳定火力点的带动下 中国队从这局中段 快速拉开比分 最后 袁新月的快球 帮助中国队 以25比19 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在决胜局中 中国队完全压制住对手 顺利取胜 中国队将在今天下午迎战美国队 双方的较量 被外界视为此次世界杯赛 潜在的冠亚军争夺战 近日在法国马赛 国际翻船大奖赛的第一赛季 落下帷幕 澳大利亚队在对抗赛当中 击败了日本队 获得了总冠军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块来 欣赏一下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未经许可,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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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